来发明诊 今天我要讲的四尊的文集是 《当下清凉心》 145次的里面 到光临的心灵境界 近日佛在心中 时时向我提示三句 又平凡又智慧的话 这三句话正是 一切都会过去的 每一个生命都会树面 就有转头扣 我因此常常想这三句话 我知道 沙婆世界的种种烦恼 都会过去的 每一个人有生必有死 让你逃尽多少英雄能力 千苦迟迟 生命却是归于树面 一切物质的东西 转转他人之手 有的消失 有的样人 物死 涂肺 心思 在钱财 物质 因为注有转头也是空 想一想这三句话 心中之批 批承汉 然而当下心中清凉无比 过去我常常提及中国的历史 从唐如下三周到承汉三国 唯者南北朝 最后到唐宋元明清等等 一个朝代就一个朝代 一个王帝就一个王帝 一座官殿就一座官殿 一个天使就一个一朝神明 不管是什么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云霄入伤 一切金空空无有 世人悲哀也好 哀掉也好 在时光的洪流之中 毕竟是毫无事宜的 我记得有一次故事如此说 一个猎人 一到一头 熊追他 他进方的逃命 结果掉到山谷仙岩 刚好他爬到了大树枝 没有跌死 然而树枝下又有一只 饥饿的大老虎等着他 在树下团团咬 在大树枝旁 就长了很多草莓 上头有熟 下头有腐 而唐宗只是教导我们 这位女人要采喜草莓来吃 享受草莓的甜蜜 不要去以为上头的熊 下头的腐 祖师说上头的熊也是过去 下头的腐是未来 未来又有转机 何不济喜当下 享受当下的清凉 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故事很有致力 作为一个人 过去的不用再怀想了 未来的还不一定 不用忧求到他太早 既凶不定 过父相遇 既人自有天相 还是吃草莓吧 目前的我 真正的体悟到 如来的剥叶智慧 我或在当下 或在清凉中 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 最有价值就是剥叶 我在当下 只要止迹 当下不照过业 当下注意因 当下不受人还 如此一来 必然烈得 当下的清凉心 谢谢